电影赤壁中 诸葛亮出奇招 将曹操千万大军 引入八卦镇中 让曹营几乎全军覆没 千年后 八卦镇的传奇依旧 2010年 有窃贼到浙江一个村落行抢 没想到却仿佛进入大迷宫 完全逃不出去 连曾经无敌的太平军 都在此栽了跟头 这个神奇小村 就叫诸葛村 相传诸葛亮的后人 大多聚集于此 看似平凡的村落 究竟有何奥秘呢 整个诸葛村 就是一个太极八卦图 除了八条村向外 还有八座山一棒在外围 形成了隐形的外八卦 村落中心 它修建的八卦造型 更是和外围高山 是遥相呼应 为躲避战乱 和防止外敌侵入 也加入了最后的防线 诸葛村的八卦设计 加上位在群山环绕的 低洼地带 隐秘位置 让村子躲过无数战火 连水源都取之不尽 由于构成 丹霞地貌的沙岩质地 它较松散和脆弱 浴水 它容易受到溶石 那么久而久之 水它渗透到岩层中 汇聚到地下 诸葛仙人了解这里 有足够地下水做保障 于是再次建村 又利用当地茂密的森林资源 就地取材建造房屋 八卦池塘 迷宫小巷 与其说是奇门遁甲之术 倒不如说 充满了古人的生存智慧